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这位佛有讲粤语 我给他翻译一下 他主要想问两位亡人 还有一个佛台 第一位亡人是他的父亲 名字叫曾伯林 伯是老伯伯的伯 林是树林的林 曾是什么曾 就曾经的曾 去世年份是1996年 曾伯林是吧 曾伯林 曾伯林 是他的谁啊 他的父亲 曾伯林 看到了 个子不高 眉毛蛮浓的 你问他 鼻孔蛮大的 已经在阿修罗道 谢谢 感恩师父 然后第二位是他的母亲 叫何苏女 苏是苏东坡的苏 女是女性的女 何 对 然后是17年去世的 何苏女 哎呦 他妈妈一直念经的 哎呦 他妈妈厉害 到社界天了 他确认说 妈妈经常念菩萨的圣号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我告诉你 你们不念经 你就念圣号 你都照想上天 你今天把观世音菩萨 放在嘴巴上就好了吗 他还说 母亲生前经常拜 观世音菩萨 看见了吗 我讲了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感恩师傅 他本人是1962年的虎 想问一下佛台 嗯 62年的虎是吧 是 佛台蛮好啊 靠窗 蛮漂亮的 他家蛮大的 家里还蛮干净的 他家里蛮干净的 是挺干净的 他家里好像有两个 好像卫生间 那个那个 有两个卫生间 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是 蛮好蛮好 好好念经 好好磕头 听得懂吗 雷刚妹啊 他想知道 怎么调整功课 62年的虎 大悲咒 他现在念几遍了 九次现在 九遍啊 太少了 二十一遍至少啊 心经要念二十七遍 好吧 每天要念一遍礼服 他说他理佛练三遍 嗯可以啊 他的腰很不好 他妇科也不好 是的他确认 好了 而且手麻 血不好呀 你叫他吃树呀 吃树都没有了 还没有 看见了不啦 但说他慢慢不吃牛肉了 哎呀 多不容易呀 他居然不吃牛肉了 哎呀 好了 他说他慢慢来 赶紧 慢慢来吧 谢谢 慢慢走啊 慢慢走 感谢